好,各位老师,大家好,就不说晚上好还是上午好了,毕竟时间不一样,咱们全球各地的老师都有,咱们今天呢是欧洲太极学气功学院和江西中央大学联合主办的,还有全欧洲中医药专家联合会协办的健康跨年系列的中医气功健康论坛,那咱们今天呢还是像往常一样,继续练习健废复原导引法, 那我们开始第二次直播课程,那在练习之前呢有几点想跟大家讲一下小技巧,就是练气功的常见的技巧,首先呢我们记得在练功前的预备式动作,经常会跟大家讲百会上领下课回收,那百会上领下课回收这关键的两个点我们要找准来,首先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找一找百会学的定位,那有的老师呢是针灸医生, 我就不再卖丑了,咱们大家没有终于知识的呢,跟我一起来找一下百会,首先注意看咱们耳尖,把我们耳朵向前折过来,用大拇指按着,两边都一样,那大拇指向上找,两个拇指交叉,两个中指点在头顶的位置,这是头顶的正中心, 注意哈,这里还不是百会,百会学要从头顶正中再往后量一个拇指和宽度的距离,稍微靠后一点,对,大概这个位置,百会学,再来一遍哈,把耳朵折起来,大拇指按着,向上先找到头顶正中,中指点到的位置, 接着量一个拇指的宽度向后,这是一寸,接着在这个位置就是百会学的位置,所以大家一看啊,咱们百会上领,并不是头顶正上方领,你如果头顶正中领,下巴会不自觉的翘起来, 所以你提的时候,提百会是稍微靠后一点,这样往上一提呢,下巴就是自然微微收住的,我们讲百会上领,下科回收,就是这样的,百会上领,下科回收,下科呢,指的就是下巴,下科一般是指我们的下巴尖,所以百会上领,下科回收的动作呢,就是咱们百会领起来,下巴微微的收住,这样一来,咱们整个脊柱, 整个领椎都是正直的状态,我们有句话叫做生活练功化,练功生活化,也就是说把练功遇到正常生活当中,我们平常常态的生活,走行走坐卧,都可以时刻保持这样,百会上领,下科回收,这样一看过去,别人就会觉得啊,你气质非常的好,气场非常的好,身形很中正,这就是在生活里面练功了,我们大家平常练功的时间不会很多, 你像咱们今天的课程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还不一定能保证天天都有这样的时间来练习,那怎样来长功呢,怎样来练功,长功力呢,就是把练功生活化,练功的这些小的姿势啊,百会上领,下科回收,都放在日常生活中去,经常的想着,领百会收下科,挤住中正,身形中正放松, 这就是在练功了,张老师跟大家讲过,咱们练气功呢,就是行气神三维一体的状态,那怎么样做到行气神三维一体呢,就是时刻的把神意收在形体当中, 咱们平常啊,大家的精神意识都是外放的,包括现在,大家的精神肯定都在我身上,都在想着听我的课,听我讲话, 那我们是不是很少把意识放回到自己身体当中呢,除了睡觉,睡觉呢,是一种被动的精神回收的状态,那我们练功呢,就是主动的把精神意识回收到生命当中,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也跟大家讲过休息这个词, 休呢,就是人靠在树上,形体的放松休息,那西呢,是要把自己放到心上,把心神结合在一起,心和神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休息和放松, 所以咱们大家呢,要时刻,讲着,啊,我要练功,我生活中练功,就经常时时刻刻的,把精神意识放到生命当中来, 那么由于我是年轻人呢,我平常也喜欢看电影,所以这里呢, 给大家讲一个小例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功夫熊猫,在功夫熊猫的第二部里面,这个主角熊猫这个叫阿宝, 他在一直在寻找一种东西,叫做inner peace,就是内心的安静,宁静,那这个inner peace呢, 其实在咱们起功中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咱们在练功的状态中,要保持住内心的安静和放松, 那怎样来找呢?最基础的一点就是把意识放回到身体里边,我知道大家在一开始练功的时候, 可能练着练着会跑神,练着练着,就不知道想到哪去了,就想着,哎,今天一会儿吃什么, 一会儿还有什么事情要做,不要害怕,咱们这样有这样的杂念,也不要紧, 不要被这种杂念牵着来走,你只要想到,哦,这是杂念,我现在在干嘛呀,我在练功呢, 及时的把念头牵回来,牵回到哪里,牵回到身体当中,牵回到咱们练功的过程当中, 想练功的形体动作,哎,跟着我的口令导引来想气,这样就非常好了, 在传统气功里面呢,这叫念起即绝,一绝即放,念头一起来就察觉到了, 一察觉到就把它放下了,然后进入练功状态,这样的感觉就是非常到位,非常好的, 所以呢,希望在大家在练功的时候呢,尽量保持行气神相合, 意识尽量跟着我的口令来走,放在身体里边, 我们来用心的体会这样练功的状态, 咱们的健废复原导音法呢,其实是非常放松的, 我听过很多老师的反馈说,练完功感觉效果特别好, 感觉很舒服,这就是一种练功正常放松的, 非常好的体验,好,听到有的老师说没有声音, 您要进来会议的时候,需要点连接电脑麦克风, 连接电脑语音,或者是连接手机语音, 点那个按钮才可以, 好,其他老师应该是有声音的吗, 看视频的老师如果能听到声音, 请给我比个大拇指,好,谢谢, 可以听得到吗,好的,谢谢, 画面应该也还可以,好的,谢谢, 那我们就确认好画面没有问题, 回放的话,视频回放会发到我们的 欧洲太极文化传播公益论坛的群里, 然后郁嘉健老师也会转发到各个群, 大家可以及时收看郁嘉健老师的消息, 如果没有看到群链接回放的链接呢, 可以联系郁嘉健老师, 联系郁嘉健老师来获取群链接回放的链接, 好,稍后呢, 练功结束后我会把上次练功的回放链接 发到咱们群聊天记录里, 那咱们这个回放的事情一会再说, 咱们现在可以准备开始练功了, 那大家的练功环境呢, 要保证一个宽阔舒畅的环境, 咱们整个房间要够大, 比较大能够伸展开两个胳膊, 前面两侧都可以伸展开, 好,那现在我也找到自己的练功位置, 我的头和脚都可以看得到吗? 上面的手可以看到吗? 好的,谢谢,谢谢菲嘉老师, 好的,那请大家做好准备, 咱们就开始今天的练习, 如非必要呢, 请大家一直保持静音状态, 现在已经把大家全部调成了静音, 尽量不要打开麦克风, 如果打开麦克风会有杂音, 会干扰到大家练功的状态, 好的, 大家基本都找到了练功的位置, 请大家跟我一起, 练习江中健肺复原导音法, 我们大家两脚并拢, 注意看一下脚尖有没有并在一起, 脚尖也要并拢, 脚并拢呢, 下肢的气就比较完整, 比较整, 能整合到一起, 那头顶注意, 摆绘上领, 下课回收, 有老师还没有调到静音, 我再来调整一下, 摆绘上领, 注意找摆绘, 摆绘学向上提着, 下颗, 下巴尖轻轻收着, 两手臂放松, 自然下垂, 想想郁嘉健老师说过的, 好像挂着个衣服, 衣架上挂着外套, 两个袖筒呢, 就空空荡荡的, 松松地垂在身体两侧, 整个身体终正放松, 下颗轻收, 两眼轻轻闭合, 神意收回到身体当中, 咱们大家一起收拾反听, 两眼放松, 向里看, 好像看着脑中心, 两耳放松, 向里听, 听向头脑中心, 注意力放在身体里边, 向脑中心, 安静, 放松, 游里向外, 放松, 放松整个头部, 注意颜面, 眉心的硬糖放松, 两侧内眼角, 也要放松, 这样一松下来, 就是眉开, 眼笑, 口唇清闭, 舌面, 轻轻放在上额上, 舌尖, 牵底门齿缝, 口唇清闭, 似笑飞笑, 整个头, 整个头, 面部, 放松, 放松, 意识守在身体当中, 顺势向下, 放松整个身体, 想到自己, 想到自己镜像, 紧脖子, 放松, 顺着两边锁骨, 肩胛骨, 松向两肩, 放松两上肢, 大臂, 肘关节, 小臂, 手腕, 手掌, 手指头, 放松, 放松, 两条胳膊松松地垂在身侧, 仿佛没有一点的力气, 神意在向回收, 想到自己胸腔, 胸背部, 放松, 后过隔肌来放松腰腹, 整个腹腔都放松下来, 肚皮松松软软的, 非常轻松, 腰椎微微向后放松, 顺势放松底骨, 尾椎, 整个骨盆, 宽关节放松。 这放松的感觉, 就像水流一样, 像下肢流淌, 像我们大腿, 膝关节, 小腿, 到脚踝, 脚后跟, 脚掌, 脚趾, 放松, 放松。 松透。 放松地想想自己, 咱们身体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放松在气中, 气充盈在身体当中, 安静。 安静。 静。 静下来, 用心体会, 我们在气中, 气在我们身中。 在气中, 我们开始练习, 渐肺复原导引法。 像两手, 捧着气, 手的周围都是气, 身前45度, 捧气, 上升。 像捧起一个大气球, 轻轻缓缓地向上捧, 捧至头上方, 掌心朝向百会, 整个头皮放松, 打开, 向身体前面放松。 松肩落肘, 手向下灌气, 手到哪儿, 意识到哪儿, 松到哪儿, 颜面, 咽喉, 胸腔, 腹腔, 双手自然下垂, 意识带着气筋大腿, 膝盖, 小腿, 地上海, 灌到足底泓泓泉, 帮到足底泓泉, 身体的前面, 放松。 两手向下伸 好像插到地底下虚空的气中 捧气上升 从地下捧起个大气球 轻轻缓缓地向上跑 捧至头上方 百会打开 向身体的两侧放松 呼气松肩落肘向下罐 手肩头的两侧 两耳到两肩 两斜肋部继续向下 腰侧 宽关节到腿 身体的两侧 捧着大气球 晃晃悠悠的 轻轻捧至头上方 向身体的后面 放松 经致致肩膜 经致致肩膜 到国屋 脚后跟 身体的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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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轻轻上拔 把身体的两侧 撑开 放松 大拇指正对蛋中 手距胸一拳的距离 像核实手 指尖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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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 连到头脑中心 上丹田 掌根 微微下坐 连到腹腔里边 下丹田 核实手 核实手 这样一连 将头 胸 腹 上中下 三个丹田的气 都温中心 都温中在一起 周身一家 周身 融融 一时向下送 一时向下送 经过腿 想到两脚 脚底 就是地下虚空 都是精纯的浑原器 两脚连着气 踩气 分开 欲间等宽 两脚平行站立 身体中正 放松 核实手 松开 掌心 回照肚脐 手 连着 丹田 气 丹田 开 合 撞 圣 圆 像 这个圆球 球心 是丹田 的中心 双手 带着 球的 边缘 丹田 气 仿佛 一个 大气 球 双手 带着 丹田 气 外 开 气 球 膨胀 到天 边 内 合 从 四面 八方 把 清气 收回来 合到 丹田 开天 开天边 开天边 开 河 开 河 带着丹田气开 向天边 河 回体内丹田 开 河 开 天边 河 丹田 开 河 河 走不动 双手 冷气在 前 响着气球 响着丹田气 右手 掌心 浮于肚脐 左手 隆气向后 阿满 带着气 掌背 浮于命门 注意肚脐和命门之间 两手之间 两手之间 溢住 丹田 放松的呼吸 随着自己的呼吸协奏 将气 下 纳入 丹田 吸气时 想到肚脐里边 丹田 深处 呼气 身体 身体 游里 向外 放松 自然虚空的 混元气 随着呼吸 下 纳入 丹田 气 源不断的 随着呼吸 收到丹田中 丹田 气足 两手轻轻松开 左手带着气 隆气向前 丹田 双手掌心 照肚脐 向肚脐神区 连着丹田 双手 合着丹田气 开 开 向天边 合入 丹田 开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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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天边 海 河 海 河 海 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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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 河 河 开 合合住不动 两手合着丹田气 像气源源不断地向丹田巨龙 左手带着气 浮于肚脐 右手向后拢气 带着气 长辈浮于命门 注意 肚脐命门呼吸 随着自然呼吸 将气收入丹田 丹田 在肚脐和命门之间 在两手之间 随着吸气 想丹田 随着呼气 放松身体 放松 自然的呼吸 用意识 引着气 随着呼吸 归入丹田 归入丹田 双手 双手照度起 手仍然捧着丹田气 升降开合通胸鹰 手带着丹田气 丹田开合 开到天边 开到天边 合入丹田 开 开 海 海 天边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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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身体放松打开到天边 和将气聚入丹帖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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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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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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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天边 收体内 推 收 推推着气 注意撑住不动 手掌心向外舔 手摸着天边气 松腕 转掌心向上 手掌手臂上 都是气 像拖个大气球 白灰打开 双手提前捧气上升 边捧边向头里边灌气 捧至头上方 掌心朝向百会 头皮放松打开 双手松筋路轴向下灌 气透过百会 灌入脑中心 手筋炎灭 气灌到镜像 胸腿肤 胸腔腔腔 双手中心向下灌气 一尘尘 身体中心向下灌气 身体中正 肚致肤作为肤转肤 心体中心向下灌气 肤肤肤 Vis 五 三 三 二 三 三 四项丹田聚气,五,六,七,八,九, 九,何处不动,丹田气族, 手带着丹田气上升,至中晚,掌心赋予中晚, 中晚里边是浑圆翘,带着藏针之气, 揉中晚,左,上,右,下,二, 三项环圆翘聚气,四,五,六,七,八, 九,何处不动,向中晚里浑圆翘, 藏针气,充足, 双手带着气交叉上升,掌心赋予对侧云门, 并吸声音,护云门,云门是肺脏的门户,通过云门响两肺, 响一响肺的形,气,神, 我们用发音的震荏,带着气,滋养两肺, 吸气到肺里, 上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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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呼吸 感受两肺 在声音的震荏 在声音的震荡中 肺的心 肺,气,气,神,三位一体,肺的功能结构优化,健康,呼吸合唱。 两手 两手放松 一声音的震荏 一声音的震草 在声音的震荏 在声音的震荏中 一声放在身体里,向西气时飞去速降,纳到盛中。 呼气从丹田呼出 到天边 合着丹田气 下纳入圣 放松 手随呼吸 引气入内 呼气到天边 吸气入两肺 下纳于圣 随着自己自然呼吸的节奏 来引气入圣 肺吸圣纳 气在身体里边 和自然中间 形成圆满的循环 肺气速降到两肾 丹田气呼出 到天边 合着自然清气 吸入两肺 身体放松的呼吸 感受天人合一 我们在气中 气在我们身中 放松 自然 战肺10% 核心 Essent 好 两手放松 长心肇育 有勤,身体中正,放松的呼吸,安静,静。 想废弃合唱,下纳于肾,肾气充足,通畅。 想想我们两手,手带着天边的气,捧气上升,像捧起一个大气球,轻轻地捧至头上方,手里合着天空的青阳之气。 百慧打开,松尖落轴向下灌,气透过百慧到脑中心,静向胸腔腔腔,双手拢气在其前, 响起收入丹铁。 两手放松,手指插入地下虚空,从体侧捧气上升。 放松,捧起一个大气球来,轻轻缓缓捧至头上方。 百慧打开,松尖落轴向下灌,投百慧到脑中心,静向胸腔腔腔腔。 手指插入丹铅。 手指插入丹铁。 放松,手从地底捧气上升。 手上 胳膊上 都是气 捧至头上方 掌心朝向头顶 摆绘打开 松肩落肘 向下过 透摆绘 到脑中心 静向胸腔 腹腔 双手照肚脐 向里灌气 手合着气 敷于肚脐 把气收入丹田 丹田 丹田 气足 一时向下走 顺着两腿 向着脚底板 脚底踩着地底虚空的气 踩气 踩气 闭笼 地身中正 身体放松 会音轻轻上停 气收着 风闭海底 神意带着气 轻轻地放在丹田 心中 心中默想 神返身中 气自回 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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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足 肺肾合唱 周身各部 气充足 烹炸 神返身中 气自回 行气神合 生命优化 越来越好 神返身中 气自回 安静 氧气 放松 好 两手松开 还原体侧 两眼含着神光 星星睁开 好 等大家放松 找个地方坐一下 休息休息 好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现在咱们还有一会儿时间 有问题的话 我可以给大家解答 现在我 大家如果有问题呢 可以点下方有一个举手 然后再来打开声音 来说就好 好 我先把 我在哪里打开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您讲就好 好 您已经打开声音了 我想问一下 那个 说那个 两个手放在这儿的时候 不是说 桑思松 这三个字好像有不同的 有不同的意义 对吧 当我在念桑的时候 我的声音有点打赞 这说明什么呢 这个不用担心 其实这个声音啊 我们是声音音声引气法 桑思松呢 分别对应肺脏的行气神 它是相对的滋养 可以滋养肺脏的行 肺脏的气 还有肺脏的神 然后 所以我们用这个桑思松呢 就是把肺的行气神 都给补起来 我们就把肺 手放在这里 放松的来发音就好 关于发音的具体问题呢 明天 到明天 张文春老师呢 会给大家 不是明天 应该是礼拜天的时候 这周天 张文春老师会给大家 详细的讲肺脏的发音 那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等着老师来讲 好吗 好 感谢 还有一个问题 在电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晃动 这个是什么 我要有余去控制它吗 我有晃动的样子 要不要去控制它 再一个问题 不想 没关系 身体晃动是身体放松的正常表现 我们身体放松了之后 是会微微晃动的 当你身体再放松 放松到一定程度 再放松进去之后 这个身体的晃动 就会慢慢的停止 就会不那么晃了 好 是这样 谢谢 刚才我 刚才我把上次课的 回放链接 发到了群聊里 大家现在 如果有需要 可以抓紧时间 复制粘贴 保存一下 好嘞 谢谢 好的 然后看到群里面 有老师说 双脚打开后 膝盖要弯曲吗 对 这个问题呢 上一次课 跟大家稍微提过一下 咱们一般来说呢 双脚是不弯曲的 是这么直立着 但是考虑到大家呢 可能站久了 腿会容易累 因为腿是 一直是一个姿势嘛 所以咱们的膝盖呢 可以随着 动作的开合 有微微的弯曲幅度 比如说向外开的时候 膝盖微微的 膝盖伸直 向内合的时候 膝盖可以微微弯曲 把气也往里合一合 那个膝盖啊 有一个动态放松的感觉 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比方说咱们第一是 这个丹田开合 撞肾圆 一开始是直着的吧 手向外开 然后向里合的时候 可以微屈膝下蹲 手往丹田里合 再开起来 合 和微下蹲 这样一来呢 膝盖就有一个轻微的活动 也是把通过四肢 这样微微的活动 把气能更好的 能引入到丹田 当然老师在 边创功法的时候 没有气讲这个问题 但是大家在练功的时候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 这样放松的来调节 腿部的运动就可以 膝盖微微弯曲 有一点幅度也不要紧 咱们这套功法呢 是比较方便 随时随地都可以练 甚至来说你坐着都可以练习啊 我直接这样坐着 单前开合 一样的 坐着练 甚至躺着也可以练 睡觉前 我这么开合几回 然后手捂在肚脐上 这样揉斧啊 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功法呢 所以这个功法呢 大家 其实练功它是一个活活泼泼的东西 很活泼 很灵活 那咱们只要大的方向没错 形器神三位一体了 咱们再根据正常的 正规的功法动作来做 就没有问题 大家可以放松 睡觉前也可以来做 是这样的 我想问一下赵老师 不好意思 我的摄像头坏了 就是你说开合的时候 开是要呼气吗 合是要吸气对吗 对 这个问题我再强调一遍 咱们全套功法的呼吸 都是自然呼吸 不需要调整呼吸 我们不强调调吸 因为调整呼吸的话 你意识会跟着呼吸来走 重点呢 我们是调的是 形器神三位一体 只要跟着功法动作 意识合着动作来 把意识收回来 就可以了 这位周老师 好像还有问题 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 这个关于呼吸的问题 好的 就是全是自然的 不需要说 不需要说动作 外开的时候 就一定要呼气这样子 不需要 全是自然呼吸 其实你只要自然呼吸 功法动作做得很深入 注意力集中之后 你会发现呼吸 会随着动作自主的调整 咱们身体是很聪明的 好的 谢谢 老师 老师这个密码打不进去 刚才我上去 也不能拷贝 拷贝 所以又开不了 这怎么回事 密码应该是你要复制 复制这一块密码 然后打 密码就可以了 我试过了 你不要打那个括号 把那括号去掉的 只要冒号 只要冒号后面的 还有老师在问 这个中晚转动 是顺时针方向吗 都是逆时针方向 咱们逆时针是聚气的 当然如果你觉得 吃多了胃有点胀 可以顺时针来揉一揉 顺时针是疏导气机 让气疏通的 逆时针是往里聚气的 如果我们以补肺 补肺健肾为目的的话 咱们就是逆时针 把气往中晚 往肚脐里边聚 在肚脐揉幅 和在中晚揉幅 都是逆时针方向 这个在自己身体 这是左上右下 对这样逆时针来揉 好明白吗 这个Jennifer 老师我有个问题 好您请 老师我有个问题 那个是用逆腐蚀呼吸 还是用这腐蚀呼吸 还是那句话 自然呼吸 不需要管逆腐蚀 还是腐蚀呼吸 自然放松的呼吸就好 好吗 好谢谢 谢谢张老师 好那刚才我看Jennifer 老师举手了 您请讲 打开声音就好 你好 老师 那个飞肾大气的时候 在从丹田吐气 这个需要顺经吗 怎么顺着往下走 再从还是直接 意识 不需要想太多 咱们呼气的时候 就直接呼出去 就想着自己身体的气 呼出到自然界中去了 那吸进来的时候呢 就把自然界的气往里收 收到体内 吸到哪里啊 就吸到肺里 那顺着肺气速降 降下来降到肾中 只要意识这样跟着 这样转着圈来走 就可以了 这样能清楚吗 咱们从丹田呼出去 到自然界 吸进来 吸到肺里边 随着肺气速降 它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降到肾里边 收纳到肾中 我们这叫肺吸肾纳嘛 纳到肾里边 再放松出去 这样来循环来做 就没问题了 好的 谢谢 谢谢很清楚 练功时一直打哈欠流泪 这是什么问题呢 这一点我想说明一下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练功反应 我们要知道咱们身体里边 在气 在我们正常的状态里边呢 身体可能会有地方 有一些堵塞 你是发现不到的 就是在身体出了问题的时候 才会发现 我们有中医有句话叫做 不通则 通则不通 痛则不通 对不对 同理 在其实在不通的时候 它是不痛的 那在通的时候 它也是不痛的 那么在不通到通的这个过程中间 身体可能会有点反应 比如说打哈欠啊 流鼻涕啊 你身体里边的杂物 要通过一个出口来排出 这样排出的方式有很多 有的人眼睛比较虚弱 就从眼泪里边流出来 打哈欠是头脑里边神气不足了 气不足 通过打哈欠来补气 那还有的老师呢 可能会啊打嗝了 或者排屁了 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这是我们身体里边气慢慢充足起来的正常生理反应 大家不需要担心 那只要坚持练下去 坚持的练到练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现这些现象会渐渐消失 身体里边会更加的轻松通透 气充足了 整个人也会更有精神的 这一点我讲清楚了吗 好 大家还有问题吗 老师那个问一下 请问一下 就练的过程中眼睛是一直闭着吗 对 这一个刚才好像看到了 眼睛呢最好是可以闭着的 但是如果你觉得闭着眼睛有点站不稳 那可以轻轻地打开一条缝 虚虚眯着眼睛也是没有问题的 咱们一般说闭着眼睛呢 能更好地帮助神收回到身体里边来 神医内收 我们这叫收视反听嘛 这是传统功法里的要求 那如果觉得闭上眼睛 身体有点打晃 或者是注意力更不容易集中了 对于初学者来说 可以轻轻打开一条缝 虚虚地瞇着 这样来做也是完全没问题的 好 谢谢 张老师 张老师 我问你一下 就是你给我们的这个回播直放的这个链接 是不是就像就放在Google里面 就就我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打开 我也以前没搞过 好的 我来讲一下 这个链接呢直接点击开就可以 点开了它会让你输密码 密码呢就是防卫密码 把帽号后边这一串符号连字母带数字带符号这一块 到右口号前面 只要把这一块复制粘贴进去就可以打开这个回放的视频了 好的 你这个回放一直回放有多长时间 有效期是多长时间呢 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 一直都可以看 好的好的好的 一直都可以看 那么我就是把这个链接我记住了 我就随时都可以看 我要把这个链接 随时都可以看 要把这个链接自己给记住是吧 好 对 这个链接可以收藏好 复制粘贴收藏好 那随时打开都可以看的 好 谢谢 谢谢 好 不客气 这个另外我再问你一下 就是最后一节就是 肺息肾腊 气和畅和畅 你这个手在画 在做动作的时候 实际上是一个就是 先是就是呼呼气的时候 手是往外往往外往往外张 然后再回过来 往往胸里头回 然后往下压 对 就是一个圈圈 一个圈圈 是的 是的 您看我的姿势 向外呼的时候 长辈向前直接手捧出去 抬到与肩膀等高 然后向里收的时候呢 手向里收 然后转向下按 按到底下 再转掌心向内 再向外 捧 收 按 对 很好 捧 收 按 对 就是这样一个画圈圈 这个姿势 好 不客气 那各位老师还有问题吗 好 我看到 玉老师也加入进来了 好 大家如果 看来看来大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 如果我有讲的不清楚的地方呢 大家可以随时来在聊天里边留言 或者是在各自的群聊里边留言 我如果看到了都会及时回复大家的 好 因为两边有时差嘛 各个国家都有时差 所以我看到了尽量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好 大家如果没有别的问题呢 那我们今天的讲课就到这里 到下一次上课的时候 张文春老师会给大家细致的讲解 五脏发音 尤其是肺脏发音这个桑思松 他里边的气机变化 那最后一次课 还是由我来带着大家把全部的功法 咱们再来过一遍 熟悉争取大家自己独立能打下来 好 那大家晚安 大家再见 谢谢赵老师 辛苦了 再见 好 不客气 谢谢赵老师 谢谢 谢谢 谢谢赵老师 再见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好 谢谢赵院长 好 我来结束会议了 拜拜 下次见